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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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姑娘不见了 笨蛋 笨蛋 少爷 这个老东西换我的好事 找死你 给我打 给我打 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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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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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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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在此 臭小子 敢供我们少爷的闲事 你是谁啊 我就是 屁小 哪家的裤腰带没系好把你给露出来了 骗他 打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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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上头 快 打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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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怎么打 打 打 老爷咋就没事吧 两个一起打 打他们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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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让师妹帮她呀 帮她干嘛 黄姑是要她好看吗 你看你看 她快被人打死了 原来小黄姑要的是活天赐 不是死天赐 我还以为你想让她死 你又在故意替我是不是 没有啊 好 你不去 我去帮她 小黄姑 你别急 别着急嘛 天赐不是省油的灯 她吃不了贵的 你等着看吧 别着急 看 干什么你们 你们不知道我的厉害 我是屁侠 去 滚 滚开 混蛋 混蛋 好我让你断子绝孙 老爷子 你没事吧 没事 起来 走 走 好 来来来 他们是一些无赖 我要用功夫打他们 也不算什么本事 再说了 我这个功夫有点狠 万一把他们给打坏了 老弟 我看你是在吹牛吧 那帮恶少 早该好好教训一下才是 你我看老弟 你要行啥仗义 还是先去学些功夫才好 不然老是挨揍 这也不是什么美事吧 没办法呀 我也不是说不想学呀 这 这没人教我呀 少林寺我去了 武当我也上了 结果怎么样 把所有老道和尚全给得罪了 没找着一个师父啊 哎呀 天下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只要你真心想学 总会无愿的 哎 你这话我爱听 少林武当要不是在武林中小有名气 我才不会上赶着去他们那里学武功呢 他们不教就算了 老子不学了 要不学呀 我就这个自创一派 哎 老弟 真是好起重天哪 老汉我虽说不会武功 可是也在江湖上混了这些年 啊 哎 没吃过猪肉 还没见过猪跑啊 哎 不知老弟你要创的是哪一路门派啊 你也不是外人 哎 我就实话跟你说吧 哎 你听说过 哎 这个天下新王 屁夫有责吗 大道理我不懂 不过这句话我倒是听说过 哎 我要创的就是这个屁派 哎 我要当的就是这个屁侠 哎 我把媳妇抢过来了 我就要管管天下的闲事 哎 大丈夫本当如此 我看你这个屁侠 当的 当的 哎 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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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当的 当的 当的 哎呀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 来来来 老爷子 哎 这个 老哥 我觉得我们两个应该成为把兄弟 你想想看 我创了一个门派 我一个人总不合适 怎么这也是一个门派 是不是 总得有两个人称着门面吧 虽说你的年纪比我大了许多 可是呢 我是这个门派的首创人呢 对不对 我是师兄 你做师弟 好不好 好 是吧 老夫 本来就是个匹夫 你这生要真当得起屁侠 我就当你的师弟 好 来来来 师兄在上 来来来 来来来 小弟 见酒三杯 师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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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喝完了 明天再喝 你说好不 明天接着我 我现在已经是你师弟了 我虽说没什么大本事 也该给你些见面礼才好啊 咱们屁派 不讲这个 咱们还是喝酒 咱们还是喝酒 一起喝 一起喝 哦 哎 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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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果然是成了天意 也是块上好的材料 就凭你在朝堂上为百姓说话 老子也该成全你 这么有趣的事情 我要不做出点样子来 也对不起老天爷的赏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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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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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你这臭小子 上次还没爱过打你 土豆还给你 怎么着 怎么着 你们真以为我打不过你们 我跟你们打失身份 不想跟你们计较 弟兄们 这次可别让他跑了 把他给我散了 给咱们公子出气 把他担子儿打出来 对 对 来 来 去你了 去你了 先别去 看看这次还有什么办法 不要钱的酒 不要钱的酒 他喝的喝的够吧 也别来 要kes 行 快 给我打 帝翔在此 你看出什么没有 天子好像有点门闹了 难道这小子真能创出武功 他创个屁功 是是是 是屁功 是屁功 我打你 我打你 我自己来 我怎么回事 咱们全都发下了 走 人兄 多谢 小弟是到京城赶考的 如果刚才这盘缠 给那伙强盗骗去了 小弟就没法去考功名了 小弟多谢屁侠相救 没什么没什么 屁侠 你刚才用的是什么功夫 没有问题 我告诉你啊 我这点功夫算不了什么 对付那些毛贼 根本用不着用这么厉害的功夫 我屁侠的武功 人兄当然厉害了 人兄 我看你是喝多了 不如先在这儿歇一会儿 我是有点想睡 想睡一觉啊 好好好 你去吧 好 您就在这儿歇一会儿 但是我告诉你秘密啊 我这一喝酒啊 这武功就会变得特别的厉害 厉害厉害 人兄先睡吧 去吧 人兄多多保重 人兄多多保重 走啊 走啊 小二快上菜 快点啊 好 你看这儿啊 不必是不服吗 好好的什么侠你不当 非要当个屁侠 屁侠也是侠 只有你配当 臭小子不要再看了 老子在送你一程 你好自为之吧 怎么又要三倍疼的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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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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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好了武功打得赢我 咱们什么话都好说 你现在还差得远 死缠烂打的 有什么意思 你倒是说得轻松 我媳妇还在你手里 你当然不着急 今天你要么打死我 要么就把媳妇还给我 我不会放过你的 有种的你下来 下来 你给我下来 不下来 下来 好久不下来我上来 我 孟姑娘 把车套好 下来 咱们惹不起躲得起 咱们走就是了 孟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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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容你干什么 大傻瓜 你是不是给我媳妇吃了什么蜜蜗药了 你说我把我媳妇当妹子看的 你这个畜生 你还我媳妇 天赐 我还没和你拜堂呢 怎么算你媳妇呢 再说 我大哥对我很好的 我是不会和你回去的 而且你根本就不是她的对手 你要知道好歹呀 就早点回去 让封一刀再给你娶个媳妇 我的嫁妆都给你救世了 反正你不要再缠着我们了 孟容 你说什么 你 你别害怕啊 我知道你的害怕才这么说的 你别害怕 畜生 你给我下来 天赐 你就别在这儿胡闹了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我不要做你媳妇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孟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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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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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赐 天赐 好 孟容娘 别担心 这小子气性太大 躺一会就好了 嗯 姑娘 这是 这是她送我的 走吧 驾 噓 Augen 曹大人 走 醒呐 走 住手 我和冯大人有话说 你们退后 谁要跟你废话 你在哪儿 别白费力气了 到底什么事 什么事你自己知道 我和你往日无缘 近日无仇 你干嘛这样对我 放你娘的屁 抢了老族的媳妇 是不是你 这话又从何说起 你不要再装了 孟如早告诉我了 要不是老子也吃气晕了 早就该想到是你了 你怎么认定 就是我干的 不是你把孟如 送到忘归楼的吗 你还想赖 好吧 咱们明人不做暗示 我实话告诉你 你媳妇是我抢的 你想怎么样吗 还我媳妇 还我媳妇 帮我嫉妇 我老公 浊 替我 你打 你为什么不还手 打够了吗 没够就再打亮相 你说 你为什么要抢我媳妇 陈思佛 我并没有恶意 只是看着你为人油滑 一时心情想跟你开个玩笑 此外也是想提你去学会一点恩娱 我并没有恶意 日后要做方身之缘 别无他人 我一路上和孟姑娘也是以兄妹相待 并无半别非礼之举 又何必这么激动 你说的好听 你倒没有非礼 可你一路上又是嫌武功 又是装好人 害得孟如一心只是喜欢你 害得我瞎忙了半天 天下男人都一样吗 看见洪大人了没有 齐平公主 刚才冯大人揭住了他 天慈和他是不是打起来了 这位姑娘怎么知道天慈会有洪大人多少 哎呀少废话 赶紧带我去找他们 是是在那边 那边 天慈 我是你叔叔辈的人 怎么会坏你的好事呢 孟姑娘怎么知道天慈会有洪大人多少 这位姑娘不肯嫁里的真正原因是因为她心里并不喜欢你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你可以去问她 她喜不喜欢我 是她的事 我正要和她拜天地 你把她抢走了 这个账怎么算 洪元对不住你 我向你赔罪 我欠你人情 日后定当奉还 她要怎么样 难道要我把命赔给你吗 我不要你赔命 也不要你欠我的人情 我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情 就算完了 去孟如做媳妇 不行 在下万万不能 我就知道你是个王八蛋 天赐 我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 我抢孟如姑娘只是想和你开个玩笑 你又何必非要强人所难呢 你以为你抢了人就没事了 她的魂被你勾走了 你又不要她 你 天赐 别再说孩子脾气了 你到底答应不答应 此事非同儿戏 在下实难从命 那你就杀了我 我为什么要杀你 你娶不去孟如 我不能娶她 为什么 就算你杀了我 我也不会这么做 你杀了我 我为什么要杀了你啊 那你娶孟如 我不能娶孟如 你不要再逼我了 废话少说 现在咱们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我跟你说不清楚 我去找你酒店 我跟你拼了 我跟你拼了 走开 你什么时候有了场合 我需要问你 我不要再逼你 我学员 你不想问你 你不愿意 我能够不愿意 我如果你去哪个人 你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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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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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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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 皇上找了您医 请您马上回宫 天赐 一会儿去哪儿啊 我去看看孟如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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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赐 那个傻子呀 在草堆上哭了一夜 天赐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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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如姐姐有话跟你说 快点啊 什么事 你不生气了吧 真的没事了 多亏了你那一掌 我真应该好好谢谢你呢 红叔叔答应去孟姐姐了 好 好啊 那是大好事啊 好事去 好 好 妈 你以后不要叫他红叔叔了 这样的话 我岂不是长你一辈了吗 就算你干 天赐也不干啊 天赐 你干不干 你干什么 干什么呀 参见公主 红叔叔 刚才我和孟如 公主 我 哎呀 好了 这样好了 以后我也不叫你叔叔了 你也别叫我什么小公主了 对不对啊 来来来 坐坐坐 坐下 吃 反正啊 以后我们都是一家人了 咱们就称 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什么的吧 好不好 这如何使得 自古君臣有别 你快瞧瞧他呀 那得这么笨手笨脚的 嗯 嗯 啊 好了好了 嗯 好 好 孟如 怎么样 好些了吗 没事 您放心吧 啊 天赐啊 你那些招式都是从哪儿学来的 累吗 我一年轻转走 我一年轻转卤 你快乐 我这个招式都很很大 你又不被你缺帅 我用到哪儿学来的 我 Значит 你也在这里 俺陪着我 你那么一宜 我还不需要 我没了 我以后 要不要恋 走啊 你说 你敢不敢做我媳妇 说话呀 我现在就要你做我媳妇 你肯不肯 怎么 原来你也是假的 我不要做你的媳妇 我要你做我的驸马 驸马就驸马 我认了 我们去喝酒好不好 好 喝酒去 喝酒去 走 其实我也从来就没有把它当回事 你想想看 我们家你也去过了 村子有多大呀 数来数去 也就他还出众一样 如果我连他都搞不到的话 日后我怎么混呢 本来也是说着玩的 他家还嫌我穷 不答应 到后来不还是乖乖的把女儿送到我们家来了 你说我这样就不算是丢人吧 对不对 这倒也是 你又没进过京城 没见过什么世面 自然觉得是孟姐姐最好了 这倒没什么奇怪的 是不是啊 我又不认识你 是不是啊 我爹又不当官 这你也是知道的 所以我要想认识你 我岂不是要进宫做太监 我做了太监 我怎么当驸马 你说是不是啊 我不会怪你的 现在你连皇上的公主都娶了 连公主的衣服都穿上了 这多有面子啊 再说了 你和孟姐姐比我认识的早嘛 我怎么会怪你们呢 就算我不认识你 我也不会娶她的 我只是逗她玩 我根本就没有喜欢过她 怎么会娶她呢 那你应该跟你说的是真话 当然是真的 如果你说的是真话 你得什么能拍电影啊 这个你就不明白啊 我算出来 有红大人过来抢她呢 我才要娶她呢 你别吹牛了 你是一个人跑出京城的 他又怎么会知道 红大人会抢她呢 我算出来的嘛 我算出来 有红大人过去抢她 我才卖心事啊 我用红大人过来 红大人过去抢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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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胡说八道的了 我说话告诉你吧 其实 是我 是我让红大人去看孟姐姐的呢 你也不好好想 别别想 红大人过去抢她 不过 姑姑 她根本就不喜欢孟姐姐 还有谁能命令她去抢她呢 傻瓜 是我 是我命令她去抢你的新媳妇了 你知不知道啊 傻瓜 哈哈哈哈 一人啊 哈哈哈 诺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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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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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我们教训教训她 是啊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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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给我狠狠的 狠狠的 叫她见着吧 回宫 是 全体是狠狠的 你们多管闲事儿 老子打的是公主 又不是你们家闺女 你们管得着吗 走 脑子受不了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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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哎 舅娘 那怎么了呀 为什么乱哄哄的 来 来 来 站住 皇上 不好了 皇上 不好了 天寺他不得跑了 啥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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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啊 快救人啊 我不当驸马啦 我再也不当驸马啦 快Cuam 快快快快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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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我这次来是为了见我叔叔一面 如果见完叔叔要杀我们俩 你们这么多人我们往哪儿跑 如果你信得过我的话 就该让我们叔叔俩见上一面 陛下有旨 选胡将军带两位客人进见 陛下 把他们带上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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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放开我 走 走 走 干什么 你们啊 陛下 人已经带到 起来吧 有 打赏 亲战老师 有 大胆国贼见了圣上还不下跪 跪下 跪 跪 现在的圣上是永乐大帝 建文叔叔虽为邪皇帝 但已经逊位 便不能再算君臣 我只能行叔侄之礼 什么永乐大帝 他是窃国大道 就连燕王的称号 也以为圣上消遣 他还敢称皇上 就是 请问诸位 当今号令全国的是哪一位 海外进贡称臣的又是哪一位 各位不忘建文叔叔的前恩 一直排伴左右 原也该让人钦佩 只可惜如此一味的不识实物 只会做表面文章 自欺欺凌 不明让人觉得可怜可叹 怪不得你们当年 打不过我皇爷爷 就凭你们这些个 这只抱着先皇礼法 不懂随机应变 更不懂用心打仗的死心眼 我落到这种地步才怪 打仗的到这个地方 你还敢如此猖狂 有乐不过是个窃国大道 在我们面前耍什么威风 我不要说了 这样子 你该杀了他 不要再说了 他也是朱家的种物 留他在这里 朕有话要问 退下去吧 是 护爱卿 臣在 你带这位小英雄 先下去吧 齐公公 给战机松吧 是 陛下 你这是 不归爱卿 你怕他杀朕不成吗 他父王 是永乐的太子 他日后也是要做皇上的人 他既不怕朕杀了他 难道朕还怕他杀朕吗 是 退下 都退下 来 你给我送马啊 快 雖然 我必须是 后来 你带我 你带我 必须是 走 他 是我 谁 我的 你 我 我 我说啊 你们家陛下都给瞻鸡松了绑 你为什么还捆住我呀 是不是怕我打你呀 给我松开呀 快点 那个陛下又是谁呀 怎么会有两个皇上 我听好像他们都是姓朱的 一家人为什么还要打架呢 这个皇上有什么好当的吗 整天操那么多心 累也累死了 我看你们呀是打不过瞻鸡的皇爷爷的 他那里的人比你们可多多了 我在那儿武功不算最好的 你的武功是在哪里学的 师父是谁 没有啊 自己想的 你不用骗我 这绝不可能 你敢跟我再比试比试吗 这个简单 练武功就是要和人打架的嘛 你是不是觉得我的武功很厉害呀 这可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自己独创的一派 我就是堂堂的屁侠 江湖上人都知道的 要不这样吧 我们俩还是朋友 我们俩谁都不欠谁啊 你刚才说什么 你 还言和战机是朋友 不是朋友 是夫妻 你有病啊 这件事夫妻 关你什么事啊 他们早就入过洞房了 还是我当的没人 我自己的别人当没人 可我的事情没人管 不公平 陛下已经串下圣旨了 你要抗制吗 吴将军 你让我杀了他 我自当给你面剑陛下 一死谢罪 让开 那你先杀了我吧 杀了我 走吧 谢了啊 没路了 没路了 是悬崖 从这儿跳下去 你们家陛下说了不杀我们的 你怎么不属心哟 陛下要我带你们出动 我带你们出来了 陛下说有谁阻拦便可出重手 我刚才已经打伤了关将军 陛下去并没有指明 要我带你们走哪条路 你还有什么说的吗 你 王八蛋 我九娘可真是瞎了眼了 怎么看上你这个不讲义气的东西 我不讲义气 你来问问这些人 主帝又是怎么来对付我们弟兄的 算了 他也是身不由己 算怎么运气不好 不 我还没有入洞房呢 我不想死啊 马上还等着我呢 我不能死 你们这算什么本事啊 既然有本事来 就该有本事走 没有胆量就让我来送你们一程 大橘子 王八蛋 王八蛋 你等着 早晚有一天老子会回来杀了你 王八蛋 我来了 终于建这地了 多亏这些树啊 我想这回死不了了 我又可以见到蛮儿了 大侄子 你还好吗 他那一掌没把你打死吧 你看啊 我说什么来着 让你回去你偏不听 偏要跑到这个地方来 我说你媳妇丢不了吗 非得找着这个鬼 你说 你说这地方会不会有贼啊 你放心吧 贼又不会自杀 活不归 活不归他们不会下来吧 这么深的悬崖 他们肯定以为咱们俩已经摔死了 他们当然想让咱们摔死了 可咱们运气好就是死不了 我上去非找他们算账不可 我把他们都推下来 让他们也尝尝跳崖的滋味 就看到了 我上去年轻别之后 去年轻人